英国警方星期天晚上7点15分左右接获民众的投报 指莱斯特市中心新克里路传出爆炸巨响 一家便利商店和乡邻的民宅相继起火 于是致电消整局出动六辆消防车和一批消整人员到场灌旧 当局证实有至少六人在这起事故中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正在抢救 另外由于爆炸威力强大 附近几栋建筑物和房子的部分结构坍塌 为了安全起见 当局已经撤离这些受影响单位的民众以防万一 当地警方透露 目前还无法确定爆炸原因 不过初步排除遭到恐袭的可能性